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對 菲律斯用這個灌籃來提醒大家 我也是一個跳槍 而且他灌的距離很遠 冰箱 假動作之後 左手的抗手沒有自在抓 犯規 注意看菲律斯起套的位置 看這一球 整個手打得非常的直 飛得非常的遠 今天雖然說試你也沒有辦法來球場 但是 Wendy看了這個三分球 對不起 這個灌籃之後 確實整個起司也相當的開心 他開始懷念試念了 離冠了投進三分球 這比賽精彩了 一路 最後一分的機球現在已經追平了 70秒 將近六分鐘才結束比賽 鄭仁維到進區的出手有 得到了20分 這是鄭仁維在2013年的第一場出賽 台語大需要他 進去接場比賽 進去接場比賽 新手 那上半場台語大 引以為傲的快攻 為什麼在下半場不見了呢 我想主要還是他們在禁區的優勢 沒有辦法好好發揮 因為除了菲律斯有很棒的得分 跟防守之外不要忘了戴豪這個點 但是戴豪其實是一個禁區很離奇的一個力量 所以說我們看到戴豪現在也 在旁邊準備熱身 畢竟在這種膠著的戰況 如果戴豪再回到球場上面對自己的球隊 會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而且菲律斯打到目前為止沒有休息 因為戴豪上半場就下去 然後菲律斯一直被擺在球場上 所以打到現在他可能也比較累 當然啊 因為戴豪是不得已才要下去休息的 那在菲律斯 在這種情況之下 菲律斯當然沒有辦法再下去休息了 所以菲律斯的體能 當然其實才是本週的第一場比賽 到了第四節值得觀察 另外同一時間 正人為跟金恩兩個人的卡位都被抓了犯規 對 其實我覺得在禁區裡面 這樣的一個身體碰撞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情 但是可能有時候 可能哪一方有一個比較大的動作 或是要守護比較多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確實 裁判還是有這個 吹雙方犯規的必要 畢竟現在只有一分長 今天到金區的轉身攻勢沒有 他的手夠長再把球拿回來 要趕快找隊友幫忙 不過菲律斯金把球抄掉 但他傳球是發生的問題 給到冰箱 哎呀 這人為球今天一直拿不好 那今天也不只他一個人 再會跟烏友人 墊步之後的外線出手 偏 藍藍的衝槍撥下來還是台灣打 沒有 台灣打如果讓個人金球拼三分外線的話 那今天他們不會跑到便宜的 也是有很瘋狂的標分的一些舉動 而且我覺得冠輪到玉龍去繞了一圈之後 他的打球的方式 心態越來越成熟 以前的冠輪你看到他拿球就是往前衝 現在的冠輪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的球是進步 而且感覺其實以前冠輪經常 他會有一些比較氣寶的一些情況 哇 飛利斯找藍光出智 他說我不累 而且吳戴豪也回來 可以稍微幫他頂一下 對 飛利斯可能原本有點累 一看到戴豪回來 重新又把這個能量又找到回來 鞄鐵又達到了六分 一分領先是金球 林冠輪後退重新來攻擊 經過這次的Pick and Roll 到了心臟地帶轉身跳投 短 今天的進攻老闆 所以說金恩的打法 合理與否 真的是對金球來說 太重要太重要了 下半場在楊志豪教練的要求之下 金恩已經沒有再開 不插電演唱會 對而且我們看到 在板凳區的所有球員 一起努力地 為場上的球員 在這個 吶喊加油 通常這個動作我們在高中才看得到 哎唷 熱血高效籃球 對 對 可以想去刺負 今天會不會刺傷台灣大力 今天出手短了 這次的攻擊並不是蔡和林 最後不到三分鐘的比賽 如果這邊是張武林 一個假動作 埋起了冰箱之後 猜然有 有超前比分 沒想到在苗栗的第一場比賽就這麼刺激 林冠倫到建群的小球 叫表冰箱 冠倫的第九次主攻 這邊小豬又抄到球 又擺進了兩分 表演賽的最高生涯助攻數是九次 在2011年3月20號出戰 金九的比賽 當時他批的是玉龍的戰狼 最後兩分鐘 戰局可能還會出現變化 所以冠軍之前 真的到了金九之後 有很大的轉變 好 菲律斯 這兩分先拿到 算是安定的 就還在冠軍手下 水準 當然是兩發都不清 完全被農哥給搞到 對 我聽你分析這段搖牙欠持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能是兩種感覺 對 誰敢出手 最後還是交給菲律斯 他的把握度真的高 合理的選擇 他單捷得10分 現在82平 剩下最後一分半鐘 感覺今年菲律斯 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去年他在達星的時候 其實常常在體力上面 可能差不多得了20分左右 他可能就會停下來 不過今年他整個在體力上面 好像有很大的一些進步 對 成功守住今天的Local Stand Up 30分是菲律斯今年對於 金九的死長比賽下 最高的擔場得很高 對金九來說 這一次的防守 絕對要成功才是 不然他呢會有非常大的壓力 還是交給菲律斯 他出手 機會人還是高的 他沒有辦法出手 結果 這個哨音抓的是 吳俊雄的犯規 哇 已經將球向外送了 我們看這個哨音 稍微 晚了一點 因為可以看得很清楚 菲律雄 還是感覺自己很冤枉 他也是金九這邊 唯一有犯規麻煩的球員 會不會羅天津老師呢 也叫他的紀錄員 給他check一下說 他到底犯了 當然這個時候就是 教練很鬥志的時候 不過也因為 剛才是沒有出手 向外來把這個球丟出來 所以 金九賺到了一次機會 因為這是他們團隊的第四範 沒有罰球 所以說這個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能再犯規 金九時間是從14秒開始跑的 所以現在是比較有壓力 而且 現在無辱人的出手 沒進 籃籃球被朱立宗跳得老高馬上 八十二比 非常重要 關鍵的一擊 金九雖然只有四勝 但是最近四場比賽 他們的勝率跟台灣大是一籃高 李貴瀾的勝利 差兩分 台灣大落後 在暫停過後 還是轉一個菲律斯 這個DWT 這個DWT是成功的 要逼著其他的球員來出手 賭一把 沒有賭進 拿把球菲律斯再折了 還是要三秒鐘 好犯規 也沒有 林貴瀾拿到球 比賽要結束了 比賽結束 金九拿下了勝利 菲律斯不敢信信他的最後一擊 裁判沒有吹犯規 但比分 得分的模式是完全顛倒過來 打敗了台灣大 所以說一開賽我們就說 金九現在是一個殺手球隊 誰只要被他給殺到 那真的是非常的倒霉 想不到苦主就是台灣大 對 這個Assassin的金九今天表現 扮演得非常的出色 而且他們最後呢 其實在台灣大的攻擊 就是鎖定菲律斯的情況下 這個DWT看起來是成功的 對 另外除了最近區的防守加強之外 台灣大今天整個外線命中率實在太低了 21頭只中2 甚至不到兩層的命中率 你要贏球彈何容易 也許兩場比賽 跟金九的對戰 台灣大都在三分外線是非常的低名 上半場他們還有快攻 但是下半場幫快攻消失時 他們的高得分也消失了 對 另外我們真的要再一次地 讚美一下林冠倫這個球員 我覺得他現在真的有整個把 金九的勝利一肩扛起 完全可以說是金九一個 打出了他本季 或是他在SPL生涯的代表作 單場的10個助攻 而且林冠倫在最後一個fade away的跳投 幫金九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我們的球員哈孝遠 我是田文葵 下場就再會